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的政策失败的方式越来越可笑 透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主党的政策失败的方式越来越可笑 It's getting funnier every day 民主党为了控制纽约这个州 为了要喝止枪支犯罪 所以实行了一个gun buyback回购枪支的方案 有一个人自称他的名字叫做Kim 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 因为他不想爆红 也不想要让纽约的政府官员知道他是谁 而且根据纽约政府 为了要让更多的人自愿的把枪交出来卖 就是更多的这个做签犯科的人 他们自愿的把枪交出来 执行了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 隐藏自己的犯罪记录 任何人来卖枪 执法人员都不可以问任何的问题 这个人彻底的成功的利用民主党的政策 赚了非常多的钱 就一天而已 一共赚了两万一 纽约的检察官Latisha James 就是之前说要告川普的那一个 决定要执行这个枪支回购方案 就是你来缴枪政府就给你钱 绝大多数他们都会给你超过你的这个枪的市场价值 因为这个样子别人才会为了钱来把自己的武器交出来 那这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形象广告而已 一个政策而已 没有任何的研究或者是统计显示出来说 这个样子的方案会降低犯罪率 或者是降低持枪率 或者枪击案之类的 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样的方案一点用处都没有 通常会去卖那些枪的可能就是 之前买了一个很蠢然后很糟糕的一把枪根本买不到子弹 或者是那把枪根本就不实用 所以说这样的政策就是政府在搞PR的概念 让人民好像认为他们好像是在有做什么事情 那这位Kim有一台3D打印机 然后他就印了一堆lower receiver 然后还有什么一些枪的骨架 在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 就是一群便宜货吗? 一堆塑胶不能补蛋 要打开才可以上堂 没有枪管可能就发一发就爆炸 然后还会把自己手炸烂的那个垃圾吧 没错 他就是用他的可能200块的3D列印机吧 印了一堆的垃圾出来 然后他把这些垃圾全部拿去卖给了政府 一个垃圾500块美金的gift card 可以算是纽约的消费券吧 那个枪支回购的人员问他说 你今天要卖几把枪啊 他说我不知道 我车上大概有40多把吧 在我车上 然后经过了一番讨论了之后 他就把这些枪全部卖给了纽约政府 不是我们的 一共42把 故事结尾是 最终这些工作人员到后面拿出了42张gift card送给他 而且还在我面前一张一张的数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感谢锐智的这个Latisha James 阻止枪支泛滥以及枪击案的方针 感谢他为了纽约的家庭还有公民安全奋斗 我们有义务要一起打击不断升高的犯罪率 这是他的推文自己讲的 这种枪支回购方案得到的结果就是 那些帮派分子 那些恐怖组织 那些变态杀人狂 绝对不会出来缴枪的 绝对不会为了500块把他们的枪给你 因为他们可以用枪来去赚更多的钱 真正需要枪去犯罪的这些人 绝对不会为了这点小钱来去参加什么 这些公益活动的 基本上只有奉公守法的公民 不知道脑子哪里不正确哪里不对劲 才会去做这样的决定 还有就像Camp这种人 搞了一堆便宜根本没有用的垃圾出来卖给政府 这样就是有基本上是免费的钱了 如果这是一般情况下的话 基本上是会造成诈欺罪的 但是没有关系 这是符合政府规定的 很蠢但是合法的 合法赚钱并不犯罪 德州之旗又发生同样的事情 而且同样的诈欺行为也发生了 所以德州决定不再接受 所谓的ghost gun 幽灵枪 100个人在购买了 赚钱并不连接受了 赚钱并不连接受了 50-200 他们收到武器和手机 老式和新的 一些 并不连接受了 政府说的 是一种仪务 要预备的购买 Buyback的目的 不就是说要来消除 拜登说的 Ghost Gun幽灵枪了吗 然后现在他们反而 不接受幽灵枪了 我某层面是完全支持这么做的 如果加州也这么做的话 也有这样的活动的话 我一定马上就去买一台 3D打印机 因为实在太好赚了 一把枪大概只用了 20C的塑胶 就可以赚到 2万亿 OK 我赢400把 我家买房子就可以有投期款了 这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固执 而且又无能的政府官员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是很糟糕的结果 我们之前讲过类似的话题 政治不只是思想 政治不是只代表说 你读了什么书 你支持哪个哲学家 你是马克思主义 还是法西斯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 什么东西的 很大一部分政治人物 是需要有基本常识 基本认知的 他们要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人 这些在执政的这些人 真的是一点能力都没有 这些民主党人 但是这同时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这个女的 现在是民主党的大明星啊 这个人是民主党要彻底击垮川普的希望 约这个地方击垮川普 之前新闻是说 这个人会彻底的摧毁川普 夺取他的财产 让川普在纽约一蹶不振 再也没有办法在美国立足了 所以说 如果这个人是民主党打击川普最佳的武器的话 那川普回白宫的几率 基本上是100%啊 不是吗 这个人是民主党的几率